批次 最好選擇選一號 義無反顧 批次 最好選擇選一號 你打個畫面打個畫面 你給我快點打 好 這個要 好 彈一下 義無反顧 批次 最好選擇選一號 好 上工 先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這個抽到這個一號 你有沒有回去先想一下 這個不好 有啊 他們文宣部一定 文宣部一定會做那個 抽到一號獎座 二號獎座 三號獎座 那一號你抽到這個 你覺得是一個好的數字嗎 你最近你會想要抽到的數字 那你今天有沒有帶一些什麼 比較幸運的東西 你會相信對什麼 唉 我跟你講 我們 我是蜥蜴 沒有很注重這種東西 就是一個號碼嘛 就給 投票怎麼一個號碼讓他選 好 沒有 下班了 現在因為那個賴清德的老家 或者被幾位市府任職技術違建 但他還一直說自己的房子是合法的 那如果現在雖然說不用優先拆出來 但如果他以高道德標準來看的話 他是不是也可以自己拆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違建的問題 現在有麥克風嗎 他這個不是違建的問題 已經是誠信的問題 因為我看過那個公文嘛 他是98年以前 沒有排右線順序嘛 那對啊 他是2003年嘛 2003年就新蓋 而且那個是新蓋違建 並不是原來的舊違建去改建 他有一點好 大道人家 就好像在討論那個 吳新營的國籍嘛 資料拿出來就好了 他到現在危機 那個稅籍 繳稅的紀錄到現在是不肯拿出來 所以這個問題 我認為已經不是違建的問題 是誠信的問題 沒有 這個不會啦 那兩位不曉得那個新聞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在排行程就是 各地方的主委會 他最負責排行程 我倒覺得那個是遙遠 那你每天都在對賴清德和某某某出質問 他們沒有什麼委託 他們特意要邊緣 你什麼時候決定到賴清德 違建前面的出撥 第一天 這不必等到辯論 我現在每天 我把要辯論的題目 我先事先洩題給你 讓你準備 而且我前天晚上問 你要一個晚上時間想怎麼回答 如果每天都不回答 就是你每天不回答 每天都問同樣的題目 就表示你的訊息 就這樣 問久了老百姓就會想說奇怪 這一條你怎麼不敢回答 這個是這樣 因為我們到那個地方 老百姓在講說 其實那個如果寫成海邊就不會有問題 當然我們這個不查 因為朝鮮帶好像這個專有名字 所以這個是我們學意不精 你知道 用字不夠精確 不過是這樣 我還發現 現在各級政府都很認真在讀我的臉書 主席藍白都框內參民調 不會覺得內參民調現在變成死外資的民調 不過是這樣 如果要公佈民調 有本事就像我們這樣 公佈RAW DATA 就是原始資料 有交叉分析表 至少你有公佈那個明細的資料 還比較可信 怎麼看說現在吳晴寅已經倒數 選舉倒數了 現在三十幾天 但是因為他現在人還在國外 他會覺得說接下來他回來應該要趕快加入現在的地方嗎 因為他好像已經在台灣 是這樣啦 他即使到國外去也是為台灣在做事嘛 不管去參加Cup 28 所以是這樣啦 雖然是要競選啦 但是就你的職務上 該做的工作還是要優先 那你怎麼看現在有這個郭蘭的網紅 去他英國豪宅前面直播 然後說你的把國家還給你 是把國家還給吳晴寅跟台灣 會不會覺得就是這樣子 其實也是在刻意帶偶像 第一點喔 他嫁給有錢人 這也不是他的錯啊 對不對 他先生有那棟豪宅 我是不曉得那個到底是多豪宅啦 但是這個選舉期間 這種動作一定是會有的 所以看一看就好 這個是這樣啦 如果中選會已經認定 那我的態度是這樣啦 我們還是要相信 儘量相信政府的運作吧 如果中選會連這個都有問題 那這個國家怎麼辦 其實這位台北市長講完就是要滿足的 但他表現還可以 你有覺得為什麼市政的提供嗎 其實這樣啦 市政喔 大部分前一年不太算是你個人的政績啦 因為那個都是前面 像那今年的預算也是我們編的嘛 還有很多工程都是 我們當時就已經開工 現在在收回來 所以其實要看出一個市長真正的政績 你知道齁 最快要兩年以後 因為前一年都其實還是別人規劃的 好 謝謝大家 我們聯訪報這邊 謝謝大家 你什麼時候要去賴清德維基那邊看直播 還有一個就是 剛剛你在臉書上面有說 你願同蔡英文的內政跟兩岸路線 那你所謂的中間的內政跟兩岸路線是什麼 第一條齁 那個直播的事情齁 那個不必麻煩到我啦 這個我們反正 反正我相信未來的一段時間 一兩個禮拜齁 要去賴清德老家門前辦那個直播的多的事 所以這個就不必麻煩我出手 第一點 第二點齁 你說這個 我們不認同這個蔡英文的兩岸跟內政路線嘛 兩岸是這樣啦 我覺得不需要搞成今天這個僵局 所以這個要有智慧嘛 當然中國對台灣一定是有領土的野心嘛 或者是有他的想法 但是台灣也要有能力應對 所以你看看齁 2018年美國開始中美對抗的時候 他的國家戰略叫DECAPO 脫鉤 可是到今天你知道齁 美國的國家戰略已經改變 叫DRISK 就是說風險管理 那同樣的齁 台灣對中國大陸也是一樣嘛 他完全脫鉤不可能嘛 所以目前這個完全不來往不講話 這個一定不對嘛 只是說我們跟他交往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有風險管理的概念嘛 這樣就對了 所以兩岸關係是 就這樣回答 至於內政 明白跟你講 不要貪污就好了 謝謝 我們來談口號 主席 主席要不要站到前面 希望大家所謂的義無反顧的拼一次 那是在小雞的出擁之下呢 是集體的來喊出口號 以上是在中選會的最新狀態 最好選擇選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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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 在中選會的門外 柯銀佩的支持者是高喊口號 內容是 一無反顧拼一次 最好選擇選一號 而柯文哲也在門外接受了聯訪 他說對於這個號碼 直言就是一個號碼而已 那麼對於賴清德萬里的違建 他說這是誠信的問題 2003年 新蓋並非是舊的違建 要他資料拿出來就好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說 賴清德這個繳稅記錄稅是 遲遲不肯拿出來 那麼對於有媒體問到 到賴清德的老家來開直播 他也說不必等到他出手 我們可以看到呢 三組候選人的號碼是正式抽出來了 我們也在為大家整理一次 這個抽出的號碼 柯銀佩一號 賴肖佩二號 侯康佩三號 我們持續帶你來關注最新的現場 三組到達為家 沒想到對期間 你讓我去旅行 我去旅行 哨擔心 我這樣 三組 不怕 我可以iggly 不要